到新店看荷花吃私房菜 又到了荷花开的季节 这一片美得像画般的荷花田 还有无垠的水稻田 南洋风木屋当背景 莫非我们来到了后山 其实这里是台大的实验农场啦 广达18公顷的绿叶秘境 只有行而来的玩家懂得找上门 夏季限定的荷花 稻浪美景 清雅脱俗 没想到在大台北 也能遇见如此壮美的乡村场景 哇 捞到鱼了 大火跳进溪谷溪水 好凉快啊 别惊讶 这户人家也是在新店 一家人没在怕地 搬进倾斜25度的屋子 就是想到说 这个中西班牙 那边独树的时候 喂的一些菜 在这边做给朋友吃 他们一会吃就 那干脆在这边可以做一些创意料理 加上一些西班牙的风味 就是边做啊边想啊这样子 那也有很多朋友的鼓励吧 这对曾在西班牙攻读艺术和音乐的夫妻 把东倒西歪的老房子 注入色彩缤纷的南欧情调 木工 图柜全都自己来 每扇门窗都有不同的表情 还热情张罗料理 有自家烘焙的面包 现抓的西虾 还有道地的西班牙海鲜炖饭 一面享受美食 一面聆听主人弹奏古典吉他 山中聚落的美好时光 叫人格外陶醉 诶 有没有搞错啊 这一站的旅行要换阵进入社区 这家私宅餐厅 名副其实躲在透天醋里 男主人在顶楼熬煮 祖传三代的蒜梅汤 女主人跟两个儿子坐镇在厨房 希望就是同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 他哥哥又是西华附属 他在这个厨艺上 他非常OK 他妈妈是奥迪的渔村的女儿 而且他的厨艺也是非常精湛 那爸爸刚好就是双梅汤的部分 他又有那个煮料传下来了 所以想说结合大家的特场 去拍一些不一样的店 家人们精心烹调的独门卤肉饭 加上Q梅 最记忆用自家酿的红麴提香 红烧牛肉面料好实在 再加上自家做的酸梅汤 红麴豆腐乳 这一顿心意十足的家常菜 暖胃又暖心 另一家私宅餐厅 同样像是寻常人家 大老远传来动人的台唱 这家女主人可是创作歌手出身哦 不但写词写曲 还烧得一首好菜 餐馆本来开在台北东区 个性甜淡的她 选择走入社区老房子开餐厅 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吃 很喜欢做菜 看This Family可以看到一个 B吧 妈妈的家人 又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做料理 所以就学简单又热情的做菜 那有人会说 你是这样学做菜 对啊 看电视学做菜啊 张晓雯在地家厨房 编出一道道有妈妈味的 意大利乡村菜 在这里吃饭 仿佛到好友家里做客 屋子里的平安调逝 也道出社区小旅行的温暖感受 没错 回家真好 那也许上辈子就是意大利 售卖卖卖卖卖塊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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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e Mine Mine